好 现在大概说一下这个蝴蝶的一个秀吧 是这样 它其实也是一种甜色 就是我们可以先把 某个颜色先给它秀好 像这个我们就从眼睛开始 眼睛呢我们把它的那个高光呢 我们给它秀好之后呢 旁边呢这些反光面呢 我们再来秀 像它的身体部位 它有一些黑色 还有一些深灰色 那么我们可以先秀 深灰色也可以先秀黑色 就是我们先把 这些 相同的颜色呢 我们给它先铺上 然后白色的它会 它是在 你可以 白色的因为它这种斑点状啊 它不多 我们可以后面再随机给它加上去 好 这种呢我们就是 直接的这个断面秀就可以了 也不能说是断面秀吧 就是自由秀啊 或者长短针 都可以这样理解 因为本身这三种针法呢 它就是排直线 好 有序的就是一样长 这样子的排练呢 叫断面秀 那么长短相间呢 我们就是长短针 然后就是它 我们见缝插针呢 我们就管它叫自由秀 所以不同的可能就是一些 称呼上的不同 但是对于这个针法呢 它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 就把这些地方 你看这些地方如果是黑色的 我们就先给它填上 中间原来白色的 我们是已经绣上了 但是这个白色的后面 我们可能是要加的 为什么有一些大面积的 我们就把它给提前呢 我们给它搭了一层底 这些地方 地方是黑色 我们就给它扎上 我觉得是黑色的 我们就打了一下 记者们的她们 这些地方是黑色的 这些地方是黑色的 那不是黑色的 我们去打了一层底 只它是黑色的 它是黑色的 在一层底 还是黑色的 这些地方是黑色的 这些地方是黑色的 我们最终上 真的更加! 但是我不是赔装 只能有一些量 但是它是黑色的 我们都还算是黑色的 是黑色的 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大家把身体上先把黑色的绣好 然后再来绣这个深灰色 然后最后呢 我们覆盖一些白色的斑点下去 就这种方法 我们先把这一块呢 把它全部完成 好 我们现在是用那个深灰色 我们把空的这一部分呢 我们给填了一下 但是还不够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它这个颜色 它是有点泛蓝色的 因为整只蝴蝶 它就是一个蓝色 所以呢 我们要给它建一点蓝色进去 就让它跟 整体它的主色调呢 吻合 好 我们在绣这个灰色的时候呢 就不要把这个线扎得太腻了 可以留一点点 像这有些地方 它就会有缝 然后我们再给它掺点针进去 那这样掺点针 它这个颜色呢 就融合起来会非常自然 好 白色的斑点 我们现在都不需要去管它 这些空呢 给它随机的加一点 它就会有点灰色 能够不需要去管它 但是我现在就会帮它 它就像针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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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针进去 它就像针进去 你这样子 它就像针进去 它就像针进在 它就像针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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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给它加的很自然 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在上面覆盖这个白色的斑点 这个白色的斑点你们看彩图呢 就是估摸着去扎就好了 因为你原来如果是说你把白色的控出来 那么你在参针的时候碎针就太多了 所以对于那些小斑点我们就采用这种形式 往上面再覆盖就可以了 好 我们加白色 我们加白色的斑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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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针角呢不用扎的太明显 有一点隐隐约约的那种感觉就可以了 就行了 就行了 我们用断面锈把这个分节给它填好 填好以后呢我们在上面再覆盖那个白色的 斑点 在修那个白色的斑点 在修那个白色的斑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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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君 好 我们现在加白色的斑点 红木虫也就是蝴蝶 就是这种白色的斑点 好 我们依次给它扎过去 这个上面都有 但也不要绣得一模一样 比方像这个下面它也是有一点点的 底部有一点点我们就扎一点 不用扎的太多 总之它每一节都有一点白色 我们就都给它加上 好 好 这个我们就绣好了 好 接下来我们绣蝴蝶翅膀上面的这些轮廓 这个用的是一个轮廓绣 其实本身蝴蝶身上这些轮廓呢 它是一个深色的 因为是在那个蝴蝶翅膀里面的 也可以算是蝴蝶的翅膀上的一些骨架吧 但我现在这个呢 绣的是一个浅色 为什么这样 因为它这个蝴蝶带有一个高光 就是这些地方在太阳下 它会凸出来 它说有点反光的效果 所以我们就把它绣成一个浅色 然后呢 稍后这些地方呢 我们会加一些深色进去 那么它的蝴蝶整个翅膀的 那个暗部跟亮部呢 它就出来了 好 这个我们用的是一个轮廓绣哈 好 教大家来绣轮廓绣 出针以后 入针挑半针出 都是一股线 他这边就把轮廓绣发立了 好 好 吃 从前面的针眼给它调出来 这是针法 大家把这些地方呢 全部用轮廓绣绣好 绣完这个以后呢 我们就下面这些翅膀这些地方 我们就没有用这个轮廓绣了 我们看一下用怎么样的一个绣法 我们现在来绣这个长短针 也叫自由绣 我们在这个里面不是分得很清楚的 好 我们先把旁边绣了 像这个地方呢 我们首先用藏蓝色 就是最深的那个蓝色 我们来起 我们先用藏蓝色 后面的针 从前面的针脚上面 就是针脚在这个地方嘛 我们往前面走一点 就是要给它重叠一部分 你不能去接它的针 你只要接针 它就会出现明显的一个断层 明白吗 好 针脚呢 我们大概以6到7毫米为宜 这个针脚上面我其实是见缝插针 觉得哪个地方 该加一针 我就给它扎一针 那你看这个地方出现了缝隙 是不是 那我要加针 我就给它扎一针 好 然后呢 在左边 它不一定要从线上面出 就线之间和线上面 其实这个里面我们是不分的 好 这边有缝扎一针 然后中间这里需要扎一针 但是你保持你的针脚是个什么呢 你每一针的长度都一样 就针脚的长度一样 那么 就自然会出现这种 长短不一的这种针脚出来 你不要有的很长 有的很短 好 那么你整体的话 你这个排线肯定就会乱掉 你看都是有序的 每一针它都是有序的 好 到这里以后呢 我们给它又换一个颜色来 来绣 但是换一个颜色之前 我们把 让它过度的更加柔和一些 我可以把这些针脚 我们走长一点 就 不需要 一下子就给它断掉 看 就稍微走长一点 然后在中间再来给它 接另外一个颜色 好 我们来看看细节 你看是不是很平整 就没有出现有的长 有的短 或者有的线 浮在上面那种感觉 好 我们换了线 换了线 接着排 把这个我们先给它就绣满了 这颜色稍微浅一点 其实我们一共要换三次颜色 就这一条 就这一条 找到就可以了 该换针的就换针 你像这个地方明显它就比较狭窄 那 平排 两针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就 不需要就飞给它扎个三针 我们就扎两针就好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又要换线 要换个浅一点的一个颜色的线 没关系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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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